快點啦 小姐我要做生意 快點啦 我要付錢 你很白痴 我要付多少錢 深夜把乘客載到目的地 轉頭要收取費用 沒想到卻被賞了耳光 後座乘客接著飆髒話 讓問獎不知該如何是好 你幹嘛 你還沒付錢 你幹什麼 我跟他說不付 我一句話說我要付多少錢 你這樣付錢不是付什麼錢 酒醉婦人講話含糊 一會兒說要付錢 一下又說要付什麼錢 沒想到雙方下車後 乘客行為更加失控 我跟你講 我對人家是很仁慈 我對你這樣 沒關係 沒關係 你要怎樣 沒關係 你不要動手好不好 一度做事要撲上來 甚至還動手推人 小黃問獎連忙閃躲 富人乾脆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上說要付錢 卻沒見他拿錢出來付帳 下車之後就要走要跑 我就把他抓回來 我都沒付錢 然後他就去推我亂打 又打這樣 一號凌晨一點多 這名富人從土城雪城路喝完酒 搭計程車到樹林中校街 下車前就是不願意付 兩百多塊的車錢 分別在車上還有旁邊 給了司機兩巴掌 還把他眼鏡打飛 甚至出手抓人 滿手臂的爪痕清晰可見 這就是很濃的酒味 對啊 要告到底 郭姓問獎今年39歲 開計程車已經13年 平常都白天上班 只有假日會開比較晚 晚上也容易遇到酒醉乘客 惹上麻煩 過去曾經遭到性侵 砸車甚至被毆打 看來不只女乘客 夜間搭小黃要多留意 就連問獎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記者孫培俊 何慧榮 新北市報導 記者 您的両方 今天 記者 您的臨